张先生再婚13年 如今家中拆迁可以分得三套房 而他的再婚妻子成女士坚持认为 有一套属于他 张先生不肯要求妻子要么选房 要么选人 妻子态度强硬 张先生也是毫不退让 张先生坦言 妻子要分房就是要搞分裂 他认为这件事可以上升到道德层面 我坚持缘 坚持道德 坚持一个人良心 一套拆迁房的归属引发家庭渲染大波 13年的再婚夫妻如今形同陌路 在现场寸步不让 属于我的我就要干净 你要把这个家分裂出去 那这个家还要不要过 你看这张老公还有什么遇年 连你三次都不管 我这考虑这一点 我不甘心的是我给他付出的越多 他害我的资本就越大 拆迁房与情感相互纠葛 引发调解团队的高度重视 这个房子今天是一定要有说法 没有说法我们就一定要分开 这套牵动整个家庭和婚姻未来的拆迁房 该如何分配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中排乳酸菌素片金牌调解 江中排乳酸菌素片 每天嚼一嚼乳酸菌调理 祝肠道通畅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陈女士和张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 分到房子是二人挑战的 分到我的一套 吃我的我就要 你放心 我不会要你的分钱财产 我只要我自己的这套 分到指标就够了 房子就够了 属于我的我就要赞起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 你要求给你是指 给到你的个人名下是吗 是 他就说我要了房子 他就赠我一分 因为我也接受 那没办法 我要三存 我没地方住 因为他说过这个方法 以前的房子我没分 现在领导我有机会 我也有一套房子 我肯定要三求 不给他 不给 可是刚才他说的很明白 按人头分分在他名下 对 按门头 这仅仅是我们集体的一个指标 村里的规定就是所有剩下的土地全部盖房子 盖到正好算来算计一个人能分到一套 是这样的 按村子里的现有人口 对 你觉得这个房子到底是应该算谁呢 家里的 你要把这个家分裂出去 那这个家还要不要过 那张先生意思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个人可以得了 是 张先生坚持认为拆迁房按人头分只是名义上的 表面上他有一套 他妻子有一套 他儿子也有一套 但实际情况是三套分得的房子都是属于家庭的 可程女士却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分到自己名下就是自己的 早在13年前 他与张先生认识之初 本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张先生提出 结婚落户是有很大好处的 你那里没什么东西补 这里有填分的 那我们不早点结婚 当时我也觉得 还没有到那个结婚的那个地步 都到了这么大年纪了 你没有什么更挑剔的了 能过日子就行 所以结了婚 那就你们俩都没有感情基础 因为他前两天去办离婚证 后两天又给我办结婚证 就是包括人家名证局 我们那里婚证 拉着婚证结婚 真的 成玉士为了分得土地仓促的结婚了 婚后他分得了土地 后来土地征收也拿到了相应的补助 他认为如今拆迁房仪式的性质 和当年分土地的性质是一样的 就该按人头有所得 并且成玉士也带了一纸证据 直接证明三套房子中 有一套就是属于他个人的 大队里开着哪个证明呢 说我门下有一套啊 我拿着哪个条子给你看好吧 大队里开的 大队开的 陈女士 想有某处改造安置权 现今村小组分配 陈女士 想有安置房一套 情况属实 写得很明白是 你不是这个家 是吧 挺好 这个张先生认可吗 我总觉得 这仅仅就是一个集体的指标 不属于他的个人才 也不知道他怎么说假话 把这份材料骗过来的 我也不清楚 但结果我们村委 把我叫过去以后 个个都劝他放弃 不了了之 我不知道这张证明穷哪来的 就是在整天的12号快过来的 房子我肯定是一定要占到的 陈女士拿出了证明显得底气十足 既然大队都有了证明 张先生何苦相争呢 况且妻子拿了房 财产还不是在这个家里 为什么他斥责妻子要分裂这个家庭呢 这时候张先生道出了原委 妻子如果要房 那么房子很可能就要肥水流了外人田 17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深圳 家里打电话给我 也就是他也打了 就我回来签字 房子要拆签 要家主就是这个户主回来签字 其他人不能签 所以我就回来签 他就逼着我不准走 要把这个房子落实下来 要落到我名下去 我女儿是我的继承人 我一定要拿给他 你们家这个我不管 那我说你有女儿 那我也有女儿 我们两个都给了各自的女儿 这个家还要不要过 这个我不管 你给多少给他们这个 我都没一家 16年8月份 等我签完字 我前脚离开 因为我请了直行了两天假 我前脚走他后就走 走了到了春节期间 我去把他接回来的时候 还是为这个字又吵架又走 你觉得他太在意这套房子 或者只在意 严厉只有这套房子 不只是单单房子 还没有其他 有其他的还要 心手不振 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那么频繁地提起房子问题呢 因为我跟他没有安全感 还没结婚一年就打架 叫我不要警察他 那房子是他的 那为什么在房子问题没有出来之前 你没跟他提过 你没有安全感 说过 以前我们就说过 两个人对于小孩 过着才能给个人的小孩 没结婚之前就说过 那时候他儿子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房子 他姐姐想要 然后刚好就 他在他哪里聊天 我就听到了 我说这个房子 我说我的房子我自己要处理 我说我也有小孩 我说你们自己 我就叫他跟他爸爸说 我说要是这样分的话 那就是不对 我的房子肯定给我的孩子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就说过 你是担心他不把房子给你 就是不给 他听到的还是道庭图说的 问题是我亲口跟他说过没有 我现在做出了这个行为 或者做出了这个挤动没有 那当初 那他说我要给任何人 那你们也信呢 在农村的旧习俗中 房子一般只会给儿子 并不会给女儿 所以程女士的想法 在张先生看来 就是有备传统 就是财产外流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房子既然属于 程女士个人名下 那么他想把这套房子给谁 张先生即使作为丈夫 也是无权干涉的 这时张先生又提出了 另一个理由 他认为妻子根本没有资格 分得这套房 他这么多年来 在我们这个家 一心一意地付出 我没有理由不给他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一家人不说两句话 这个很好说 问题是他一直是在 扮演着鸡三虫的角度 我们家庭是这样 儿子的钱 女儿的钱 包括她的钱 我穷来没要过他们一分钱 所以的家庭开销开支 全是我一个人付 她所赚的是她的 你所有的开销 都是都要给你付 给钱她 她的手不得放在口袋里 她就说你没拿钱给她 没有这个事情呢 她的钱是不用 用来贴补家庭的任何开支的 可以这么利钱吗 没有一毛钱开支 一毛不拔 我在外面打工钱 没拿出来用 她也没交钱给我 凭什么我钱拿出来给她用 可是按照张先生说法 她的钱都要用于家庭开支 这一点你认可吗 家里开支没开支多少 我们都在外面打工 都不用开支 她买水果买她吃的 我就这样随便说一下 我说你买水果 怎么不买点我喜欢吃的 那你的钱你都打 尽管她呀 然后我就这样回带她 我说我到时候有钱的话 还被扬人花 然后我回带她的头里去 然后她说你有那么好吗 我说她既然不相信 那就算了 所以你不认可 这个家是由她来支撑的 没有 没付着很多 她反正这购补家庭的话 都是假的 她说没 工资打给我管 我管的她死亡了 准确地说是我撑的 没有 而且大家都不出钱 这个家怎么删除 我说要落到法院 这个很容易查清楚 他的账只有进账 没有出账 可我确实 一毛钱没有 你的钱全部写你儿子的名字 要不我全部写到我儿子名上 要不又是我赌掉了 那么这个家是用什么 我们先说近一点 就是13年 我呢也 甚至儿子也大了 回来装修房子 所以呢 我仅剩下了12000块钱 在这个存折上就给了她 第二年我 我只贷了900块钱 我光人又去深圳 继续打购 给了我 我还问过她 我说你够不够 不够 你就回头打电话给我 她自己也说够了 在深圳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给她 她就问我 拿多少钱给我 我说什么钱 我什么时候少过你的钱呢 那是用的不算 十多年来 她一直说我没给她一毛钱 没给她一分钱 我都没有去主意去细想 她说的钱没给她 是指什么呀 是指的是没给她拿走的 用的说是不算 我没有这种心态 有她的电话录音 准确的说 第二次我才下决心录她的 我知道这个女人 她根本就不是平常那样 处心积虑 张先生认为 妻子程女士 在家庭经济这一块 是一毛不拔 对拆迁房仪式 更是处心积虑 如今房子拆迁 就不应该单独分给她一套 面对丈夫如此强硬的态度 程女士倒是也没有坚持 她提出了一个 折中的解决方案 那个房子最少一卖十二万 我就说我要她十万 她就不给 我说不给了 我就要房 我只要一点安全感 她什么都不改 我说要没有这两大房子 两个女儿 她说她女儿没有吗 我就这样说 我说你那那给你女儿 我女儿一趟 你女儿一趟 她说那住哪里 我说住就住我这边 你想过来就过来 我们还有夫妻勤奋 毕竟是结了生命十几年 我还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她说 你呀你门都没有 她就不看 什么都不看 反正我说话 她的东西 我说什么话都没用 当时就是在去年 十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家里人都劝我 算了 说你让一步 她说要这些钱 你就给她 当时我就跟她说 那就这样吧 我给你 我拿不出这么多 我给你七万块钱 她原来不是要钱吗 我身上要钱我就给 大家当时是我不同意 到后来我就同意了 我就答应给她 答应给她还不行 现在不行了 要我们订下合同来 叫你儿媳妇 不能给样给我看 还要不能把我赶出去 还要我们两个住 儿子儿媳妇那边 就不用管了 他们儿生自由 我没说这个话 拽账人 她就刚才也说 除了给钱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 这个话我根本没说 我们两个没说 就这样 你怎么看待她提出的这些 彻底看出来 原来她都是好好的跟我说 她说你把这十万块钱给我 我还跟你们这个家好好过 我也信你为真 没想到现在就是给钱 她也不过了 我说跟你过可以 跟一大家子过不行 我没说不跟你过 这是你踢桌银 你现在一直说了 我第二回你就叫我弟弟 我还有什么意义 你跟你说实了那么多 当时商谈好了 把钱交给你 你不满意的是什么 她是这样的 她都很卖的房子在拉 因为付出的名字是她的 她要是不想拿给我 等我死了都拿不当 你还是不放心是吗 我就要拿现金拿现金 我才要安全感 在这种情况下 协商最终是不欢而散 程律师离开了这个家 开始了独自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 张先生的日子过得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儿子添了孙子 人精兴旺 忧的是在这个家里 最需要跟女人张罗的时候 作为继母的妻子 连人影都见不着 我儿子妈死得早 你知道我儿子儿媳妇过得多凄凉啊 脏乱差 家里就像个垃圾栈 因为她媳妇刚结婚嘛 她就答应我 房子有你处理 管你 就这样骗我 到这那七八个月了 回来拆房子生 不同意了 给我吵架 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法呢 那不就利用我 我说当时跟你说了 你又不给我 我真的是没有心情在家里待了 给你们看一家子人 给你们到处捡得干干净净 这对再婚夫妻 各有各的思量 各有各的心伤 都防着对方 都想着自己的儿孙 也都卡在拆迁房的问题上 互不相让 房子和婚姻 究竟该何去何从 这样纠结的时候 另一个关键人物的想法 就很重要了 那就是程女士 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她走上了调解现场 表达了她的想法 我觉得我叔叔 应该遵循我妈的意愿 就把房子给她 因为这个属于她自己的 然后她要这个安全感 因为我妈为这个家庭 也付出挺多的 之前对她那个儿媳 女儿 儿子都挺好的 有我妈在这个 更像个家 既然之前大家都挺好的 为什么妈妈一定提出来 在这个时候要分得房子 因为他们家分了三套房子 然后我叔叔一套 让他儿子一套 也有我妈的人头一套 那是俺人都分的 所以我妈还是 其他都不谈光 这个政策就应该是妈妈的 对 刚开始那个房子 我妈也只是提一下 没有那我叔叔不肯嘛 而且我妈都说 要我借钱去补贴了十万块钱嘛 我妈态度当时都很好的 然后我叔叔不答应了 后来才变的 因为我叔叔他态度 有时候不是很好啊 说话都比较冲的 所以你也是觉得 母亲没有安全感 对的 给了就会 就两个人 一个家 幸福地过下去啊 然后也会帮忙带小孩啊 不给的话就说明 他没有把我妈当一家人看 本来以为叔叔肯定是会给的 虽然张先生提出 是一家人就不该在房子上分你我 可是承认是女儿的意见也很简单 那就是如果是一家人 也可以不必如此在意一套房 显然双方都拿着房子 作为衡量感情的筹码 那么这个房子能不能分 又该不该分 律师罗秋宝先从法律的层面 做出了解释 我想问一下 女方当时 你办理离婚证和办理结婚证 相差多少天大概 是有国外先机吧 好 这在婚姻登记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那个前夫出轨了嘛 他找到第三者吧 他要跟我离婚的 是他起诉要跟我离婚的 不是我要嫌疾他 所以呢你就骑驴找马 然后他们那里马上要分田地嘛 十二分就分田地 然后就是说 你要办就快点办 这人你打算跟我过日子 我们还是要多分点田 收拾大一点 好 我现在姑且不去界定 这个主意是谁出的 但是我能得出结论 这个主意是错的 所以今天的女方当时 女方当时 这个既然前面出现了错 我建议你不要一错再错 至少我觉得你对生活 或对南方当事人 过多的所求 现在我们姑且不要谈 是否感情不感情 在一起搭一个伴 过日子 老来有个伴 改变一下自己对南方当事人 以及对生活的看法 然后我通过了解 这张证明是你们所在村党支部 开具的 其中这份证明当中 市民的一个事实 就是女方当事人 享有安置权 不过你们这个地方的补偿方式 不是跟其他地方一样 但是我关注到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政府除了 按照你房屋面积来计算 还有一点就是按照人头 要是我们听错的话 是按三个人你们家里 你一个 女方当事一个 儿子一个 那是按人头来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 虽然你们是少产权房 但是作为安置 女方当事人 也是这次拆迁安置的安置对象 这个安置对象它就拥有一定的政策的红利 虽然你被拆迁的房屋属于结婚之前的房产 但是这次新拆迁的政策 确实针对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女方当事人应该享有的政策的红利 支部开的一个证明里面提到的一个安置权 也就是说它有被政府或者拆迁部门获得安置的权利 那么这个权利就带有一定的财产性质 我什么时候都认这个权利是他的 但是你只能用不能拿走 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用 可以住住到什么时候都行 但是他现在就明确规定 我女儿是我的继承 我一定要拨到他头上去 那我问你的东西到这儿给谁呢 他也拿不走 因为你这个房屋呢 其实这个小产权房 是没有产权的 往哪拿呢 它是属于安置房 它其实就是个符号 你一说他现在又不认账来 现在又不要房子马上又要钱的 反正中国又要房子 别人想什么 你不要就推测 房子还是依照你们的安置补偿政策 觉得该登记在神明下 就登记在神明下 那只是一个符号 至于后面怎么变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好吧 那我女儿就不可以跟我的吗 常上两位 这个拆迁安置房 这个拆迁利益 女方享有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她这个指标可不可以转让 如果村里面有这个转让的情形 那么我认为 法无禁止则为自由 现行法律也没有说农村的拆迁安置房是指标是说 转让是违法的 那么如果女方当事人 她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个权力保住给她的女儿 我觉得她做一个买卖也好 赠欲也好 把这个相应的权力给她的女儿也是可以的 那么就算不谈这个指标房给她女儿的事 我觉得可以明确的是 你们夫妻名下的 你们两人占有的 这两个安置房的指标 都是其实都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共同权益啊 而不是男方说的说 我知道她有 但是我只能让她住 不能让她处置干嘛的 这个是你们的一个共同持之权 不是说你单方可以限制女方的 你们两个是一个平等的主体 在这个房子上 两位律师都从法律的层面上做出了解释 拆迁的基础虽然是男方的婚前房产 但是这次的按人头分配的拆迁政策 是让程女士享受了拆迁红利的 那么拿到房子后的程女士 想要把她给女儿无可厚非 但是仅仅从法律层面去考虑 张先生并不认可 仅仅就那么一套指标 他现在到处在法律图示上问个遍啊 他就觉得他这个官司能赢 所以死死的咋都不放下 你既然这样我就是给了 我都不会甘心 虽然说在法律上你们粘着墙 粘着上方 但是在道德上你永远 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一点都没有把这个家放给人 张先生愤愤不平 他坚持认为分房是没有道德的表现 这让心理咨询师李津平 想就此问题跟他再深入沟通一下 我先问一下张先生 您今天在现场说 这套房子在法律上您是认的 但是从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 我想让您明确一下 道德指哪些 有着我们民间一些好的传统 南昆你嫁 女儿嫁到别人去 她自然有她那边的遗产继承 所以说她不能在这边 这边拿走就空了 这个家就很难存在 你把这个归结为道德吗 对 你能重新换个字吗 总的来说还是 还是我们民间的优良传统 比法力还要完善一下 这是道德范畴吗 对 道德上他准确地说 而在我们民间的那些传统当中 他就是强占 在法律上来你都是平等的 问题是 目前是他的女儿过得比我们好 这跟道德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呢 他女儿过得比你们好 道德上错了 对 把这里拉空了再走人 这不是不牵扯的道德吗 我历来都是这么说 家是讲情的力 也不是讲你的力 大家只有患难才会见真情 大家家才是你帮我 我帮你 大家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礼物 我来帮你总结一下吧 你这个 首先呢 我不知道你今天在这个现场 你是用词的错误呢 还是到底最初错在了哪里 我跟你讲 如果真的你要讲道德 你完全忘记了 她是作为一个母亲的道德 她自己的良心 情感 责任和义务 她自己自认为 要担当的道德 这是不可以忽视的 如果你能从这点上去理解道德的话 我相信 你们之间的纠纷就很容易解决 本身就现在我们家这个家庭来说 我成了穷光蛋 它是原外 却在叫发自玩里抢烧饭 是这种情况 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的家庭都是我一个人的 老实说我家里没付出 那要我回去干嘛呢 我也去打工 我不是在那里吃 陈女士 陈先生 今天我们会看到非常复杂的 这个关于房子的这个事情 或者说由房子的事情 延伸出来的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 但是呢 通过这个问题 暴露了更加严峻的是什么 是你们夫妻情感的问题 我先跟陈女士聊一聊 您一直在找寻的这个安全感 到底在哪 您看 如果是说 您真的在这个家庭当中 找准了自己的这个身份 您就会有这样一个意识 在儿子 儿媳 他们家里一团糟的时候 你就会提醒自己 我是不是要去帮忙呢 然后你还会说 我丈夫也说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但是 但是作为儿女来说 她会看 看这个后妈是怎么样的表现 那后妈 她愿不愿意做 和有没有去做 这个是两码事 但是您发现 您发现没有 显然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您的丈夫 还有她的 之前的孩子们 对您的这个印象 非常的不好 基于这样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存在 他们觉得可有可无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 你需要他们去支持的时候 却很吃力 还有您这个做妻子的这个身份 我觉得定位的也不准 时常在左邻右舍 在身边的人耳边 去说丈夫的种种不适 这对您的家庭建设来说 是一种很大的破坏 把她老师说我呀 我都是跟她绝对 我指的是 你们各自都要去做好的事情 张先生执意不分房 这时调解员胡建云指出 房迟早是要分的 不分反而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这个房子啊 如果将来两位百年之后 这个房子是归谁 包括说按照农村 就像分土地一样 这个土地永远是在这里 不管你怎么分 土地还是土地 就像刚才第一位 那个历史跟我说的一样 分给你的土地也是这样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 使用权就是所有权 对 那是不应该发展的 所以还是值得去争取一下 每个人都值得争取一下 因为罗丽师说 这个房子这是一个符号 罗丽师这个符号 是金字印的 罗丽师在这里 你们俩 其实都是为 都是在提前安排自己 百年以后的事情 你们在考虑的是 这些房子如何 合理的也好 更多也好 放到自己的孩子手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只要这几间房子 有可能显得不太公平 或者没有按自己的意思来 你们俩的矛盾 就会莫名其妙地产生 你们俩感情曾经是有的 但你们的感情再好都没有好到 我主动让你的小孩 比我的小孩分得多 拆迁之前 虽然你们俩有AA制也好 或者说有财务上的独立也好 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是一种现实的结果 不是哪一个人在算计谁 是没有这个条件 把你们的经济合在一块 因为现实很复杂 没关系 这个相安无事 但是你们之间一直有在经济上 对对方来讲 有一种期待 又有一种不了解带来的不信任 有 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现实 为什么偏偏在面向小孩 能多得少的这个问题上 大家就晕菜了 就糊涂了 其实不糊涂 就清醒了 突然发现我们俩这些感情算什么呀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但是也非常现实 如果这样的话 这几套房子 真的是要凿定说清楚 如果说房子躲不动 那么这个房子未来归谁 这还是个问题 即使今天张先生拼命地坚持 不要分房 分了房家不在了 我就告诉你 你不分 不说清楚 这个房子将来 你还要面临这个问题 你们俩就哪一位先 离开了 马上就腥风血雨 说不清楚的 调剂院胡建云希望张先生思量 如果现在不明确 这套有争议的拆迁房的归手问题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可能会后患无穷 在明天的节目里 陈女士提出 因为房子问题矛盾闹得很大 丈夫张先生已经扣留了她的身份证 在律师的要求下 张先生现场归还身份证 可是他归还身份证的动作 却让妻子实在接受不了 江池的调节现场 张先生女婿小杨的出现 似乎带来了新的希望 分配不均的拆迁房 和无法平衡的安全感 解决问题的出路 究竟路在何方 我们这个家一点不复出 他不会 这个千斤二千 打都打不走 而且还要站在这里 而且还有害人 调节 明天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